婚後洗臉就了事了 恐怖 同學來了 黃臉卜好可怕 唉唷 女人結婚後就會被人家形容 成說是黃臉卜 就是因為開始 因為 不會打扮 柴米油鹽醬醋醋 生了小孩 太多家事要忙了 所以就打扮自己的部分呢 就省了 就省了 好像生了小孩之後就沒有什麼物欲 或是想要買什麼東西來裝扮自己 會不會在結婚前早就是黃臉卜了 不會吧 只是假裝那段時間 假裝那段時間 終於回到自己的真面目 沒有 婚後你可能 專注力都在小孩子身上 就只是想要打扮小孩 不會想要打扮自己 妳怎麼這麼了解 因為我經紀人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種 為什麼要說自己經紀人 生完小孩後 內褲就變成阿嬤內褲了 然後銀牌包也都不買了 銀牌包都變購物袋 對 他就拿那個什麼菜籃 在裝東西 聽說他經紀人就是結婚後 對 就他 不要躲 就他 他怎樣說他結婚以後 他 阿嬤的內褲都不見了 都被他脫著拿出來穿 共穿是不是 阿嬤內褲 跟結婚阿嬤沒內褲 他又結婚了 阿嬤常常喜歡早朝 追著他說女強內褲 內褲是一袋傳一袋這樣 一袋傳一袋 祖傳內褲 但他們就講就舒服 不講就美 但男生看了就不舒服 這樣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看 來...這邊有一張 整體出來了 黃臉婆的徵兆有以下五點 第一個是什麼 不在乎自己的體重 因為越穿越寬鬆 沒有線條可以 自己看鏡子反正都是 寬寬鬆鬆自己也沒注意就越來越胖 就這樣 第二個 相信枕邊人永不變心 是嗎 枕邊人 這個 當然啦 我們心裡面都很兇 應該黃臉婆抓更兇吧 對啊 第三個 還是要有吸引力啦 太久沒逛街 對流行不感興趣的 他都沒時間逛街啊 也沒那個慾望吧 對十下年輕人的打扮就不熟 拿個手機打線上麻將就好啦 是 或者是一直追劇嘛 一直追... 好 再來第四個 素顏居多 化妝品都放到過期 啊 這個有點心酸的 懶得打扮了 因為 我跟你講 打扮也是一種習慣 是 你不打扮也是一種習慣 你沒有那個習慣的東西 擺在那邊一定壞掉 而且他們素顏我們就說 你素顏 太素了 太素了 你婚前是沒看過人家素顏是不是 好 第五個 追求舒適的生活 以舒適為目的 對 有時候就沒那麼美觀 能坐就不要站 能躺就不要坐 對啊 可以坐就不要騎 可以倒就不要坐 倒下去 麻煩全金條 要衣服不破條 好 那我們今天要 我們今天現場來了幾位 他們自己 也知道這個題目就是黃臉波 他們願意來 就是他們不覺得他們是 他們不覺得他們是嗎 對 他們現在還沒有覺悟嗎 還沒有覺得 直到現在這一刻 他們都覺得他們不是 不一定是吧 他們今天是來平反的 或是說今天是來 認清事實的 是 沒錯 那我們今天也有 我們是一些男生評審們 歡迎 歡迎你們 海產路西派 我們的同學們太好了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看看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這幾位 身上的穿搭 對 因為他們現在臉是折起來的 對 穿搭 你們對於對面這四位 穿搭你們覺得誰最像黃臉波 好… 大家有覺得嗎 來…大家投票一下 可以寫一下 寫一下號嗎 1 2 3 4 1 2 3 4 誰是黃臉波界的Top1 如果以穿著來講 好 我們來看一下票數統計 來 來 4號 4號有3票是最多 其他一個1票 4號怎麼了 怎麼了…海產 因為其實我們四個比起來 1號有點用它那個LV的皮帶 用它的銅臭味在蓋它的黃臉味 代表它還有一點 銅臭味蓋它的黃臉味 它還有一點點想要說蓋 2號 它是黃銅的喔 黃銅啊 黃銅啊 有 4號真的是 他們執迷不悟 4號穿這種海感出門 我跟你講 他穿的就是跟我阿嬤一模一樣 我早上阿公看到我阿嬤穿這樣 我阿公氣到從輪裡掉下來 真的嗎 站起來 他說你穿這個 早…早辦他吃不下 8號耶 4號分數高 4號3票 小卡比 我覺得 弟子他… 弟子他 黃臉婆 好可怕 講話賞門超級大 路上有婆婆媽媽 一言不合愛吵架 睡衣比花園還花 沙架比沙人還沙 你們素顏不浮誇 老公以為似如花 好 我們剛剛拍場哥講得蠻好的 就是1號其實雖然說有那個皮帶 但是他的 就是上半身的衣服跟牛仔褲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比較 就是可以出門 出門還算可以看的傳達這樣 2號 3號就是 至少它是整個是一套 有一套 一套 頭髮4號是因為 就是4號看起來完全沒有那種 在給他一件那種阿嬤外套 就很像我阿嬤平常的傳達 重點是他應該是出事在那個 對 那個背心 因為會感覺 因為長輩喔 早晚起來一定要搭一件這個 不能感冒 不能感冒 媽媽 媽媽不能感冒 哎呀 你看 你看你們 身高感覺是小孩子在發聲 奇怪 你的聲音為什麼沒有變聲 就是原來的聲音 麥克風壞掉了 你應該要變聲啊 怎麼就是原來的聲音 好多4號 Alex 我也投給4號 我覺得4號這個 有點像那個保全背心 人家保全至少 保全至少上半身下半身 還是同一個顏色有做搭配的 這個你穿這樣子 可能如果我媽媽穿這樣 連去賣場 我爸都不讓他跟 我爸說你換一件 連去賣場 掛大賣場他都不行 我先生說 漂亮喔 好 唉唷 放閃 對啊 他們會不會有一種 他先生還在騙他 還在聽老公的謊言 或者他們就是這麼執迷不悟呢 我這樣看下來 這4號實在是穿這個 真的就是太典型了 你太典型了 你是選3 但是心裡面覺得是4 他這一套服裝就缺兩樣東西 你不覺得好像 索色要拿兩袋垃圾 就整個就搭配起來就很漂亮 買菜的推測 倒垃圾妝 唉唷 垃圾妝 配個毛帽也很時尚 配毛帽會不會像阿伯 你們安慰4號嗎 你們安慰4號嗎 我們沒有多好好不好 對啊 他妞不是也是這樣穿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 我們現在4號票數最高吧 好 我們就請4號拿下妳的面具 展示妳的正面目 3 2 1 妳是誰 啊 詩琪姐 詩琪 不知道哪都穿這樣 怎樣 我現在就是 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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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生氣 她真的都穿這樣 我真的是真的太懶惰了 其實我們家只有我媽 會罵我的穿著 所以我媽都看不下去的時候 她就會拿她的衣服給我穿 所以這背心是媽媽的 這是我的啦 沒有 可是我看琪媽 她上電視其實是穿 穿蠻帥的 對啊 她們打扮 她是愛漂亮的 所以媽媽愛漂亮 就會讓小孩不愛漂亮 欸 這什麼樣的邏輯 鐙輝哥他看到妳這樣子 長久以來這樣看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穿得很醜 我就問他 我這樣很不好嗎 他說他會說 妳的品味是跟別人不一樣啦 但我覺得也還好 開心就好 好看跟難看中間 可是鐙輝哥不想花錢 小規小穿衣沒技巧啦 你的穿到就是 好看跟難看中間好難看 對不對 批評人家還要帶一點笑話這樣 奇怪了 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 但我們想要知道其他這幾位 你看看至少還有套裝的 是 然後還有LV的 他們三個都各一票嘛對不對 到底是誰 由1號開始好了 來 1號請出示妳的正面目 3 2 1 欸 曾莉姐 欸 妳這個感覺起來也可以出門逛街的啊 沒有啦 穿這樣是大家一起 都去接小孩啦 喔 接小孩 上面是會發亮的 不是喔 它還可以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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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是購以 喔 妳這樣是購以其他地方爸爸喔 欸 家長會要穿那些 欸 這很有 這個怎麼樣 滿分 滿分 男生們看到這個覺得 這叫家長會耶 就在後面一直變 對啊 就這樣一直播就好了 不奇怪說家長會的時候 就在後面這樣 對 一直弄這樣給老師看 對啊 對 一下拉View 一下來拉View這樣 可以啦 對啦 我們難聽的話會擺在後面 我真的好怕 所以我好怕 一下就走 我好怕 來… 接下來 接下來換2號啦 正面目 3 2 1 喔 嗨 對 是我 妳很認真耶 妳還夾那個蝦魚夾 我跟妳們說 如果啊 就是每一天 就是因為我女兒現在小一嘛 然後我幾乎就是有一半的時間 都是穿這一套 就是我早上起床 然後刷牙洗臉完之後 做完早餐 我就直接套著大衣 穿著這一套直接 坐計程車送我女兒去上課 我上面其實還帶了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 什麼 帶了一個什麼 妳的老公 妳的老公在妳上面 他爬什麼 妳的老公 他坐在車頂 迪羅漢對不對 妳老公腳跨在妳的肩上 妳在背他 人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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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人爬上去 就是那個 我可以用照片 就是那個熊 喊啪啪熊 啪啪熊 不是 那個熊 是真的 我發誓是真的 我每一天真的就是這樣是不是 就是啪啪熊 就是那個熊的那個 妳去講啪啪熊就好了 就我突然就是 為什麼妳家就是看藍的啪啪熊 藍色的啪啪熊 藍色的啪啪熊 太緊張了 妳笑什麼妳 在那邊 對 還有例如說我會穿這樣 去菜市場買菜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一套 我覺得它 對我來講算是有一點可愛的 它就是那個小精靈 我現在好好講話 對 然後我覺得顏色至少是一個 可以穿出去購物 或者是至少是菜市場 要去店裡菜也是OK的 就去菜市場啦 穿 這個盤筒 這個不行 因為我跟妳講 我穿這套去 所有的市場的阿姨跟叔叔們 他們都覺得我這樣超可愛 超好看 他們是覺得妳家裡舒適了 才會 不是啊 他們先雨送衝給妳 但至少她的 比如說她穿拖鞋 至少她有 她有配色 她有配色 她的那個指甲是有配色 有配搭 她有在做指甲 這樣至少還比較OK 手跟腳都有保養 對 鞋子有配色 因為我發現就是 生完小孩之後是更邋遢 但我因為小孩長大了 所以我覺得至少媽媽 有一點時間可以雙扮自己 像琪琪姐一定 妳指甲有彩繪嗎 有啦 腳有嗎 有 她那時候太可怕了 脫給妳看 脫 有嗎 腳上好多傷喔 妳是家裡面被 不是給我抖倒喔 妳要講耶 陸戰蛙人的腿 我跟你說 這就是生小孩的職業傷害 蛤 為什麼 因為生完之後 小孩會咬妳的腳是不是 不是 就很容易被蚊子咬 被咬成這樣 很容易留疤 體脂增了 所以我的腳變超臭 體脂改變 比較容易留傷口一下 犧牲很大好不好 唉唷 妳看看做媽媽多偉大 還要被你們這些臭男生 說什麼喔 漂亮什麼的 有 有包養 換3號 3 2 1 這位 啊 妳是誰 小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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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講小Q 他剛剛講小Q 小Call啦 太久沒來 我還忘記我是誰了 小Call啦 沒有 他想說妳素顏啦 對啊 妳素顏 頭髮也沒這樣 就直直的這樣子 是 其實我這一套不是在家裡穿的 我在家裡穿其實更邋遢 但因為製作單位那時候跟我講說 妳出門的時候會怎麼穿 其實我出門就是這樣穿 跟朋友約吃飯我也會這樣穿 妳吃飯穿怎樣 我這樣像不像睡意 吃麻辣火鍋還是什麼都穿這樣 我還有這樣去那個百貨公司的餐廳 妳穿這樣去百貨公司的餐廳 對啊 很合理對不對 是不是合理 哪裡合理 妳說妳有兩個要去購百貨公司 OK啦 真的很時尚 超困擾的好不好 可以啦 妳是不是講出去嗎 不懂啊 真的 而且妳看 我們還配毛鞋 現在最時尚了 有時候天氣了我們還會加襪子 真的 然後我還會配豹紋的 整套的 對 這種明顯就不是年輕女孩 會講出來的 可能真的要到那個年紀的女生 才好像有這個特權 什麼年紀 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光譜 有一個光譜 很朗的 結婚的年紀 對 試婚年齡 試婚年齡 有這個特權 這接下來要問一下男生對不對 黃臉婆有哪一些見討 是這個女生在婚後這樣做 真的讓人很受不了 因為我們剛剛是評論打扮 現在換行為了 有哪些行為會讓你們覺得說 啊 他就是黃臉婆 OK 我要舉牌 很大聲 很大聲 就是這些婆媽 這樣子好像有點宿敵 但是就是常常 比如說在咖啡廳啊 或者是附近有學校的那種餐廳 常常會看到媽媽帶小孩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有時候吵啊什麼 那個可以理解 但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當小朋友走了之後 媽媽們會變得 突然開始大聊 放開聊了 我老公怎麼樣 我小孩怎麼樣 昨天妹妹怎麼了 不是媽媽要大聲聊天 是怕你聽不到 因為媽媽已經跟小孩講話 就是小孩在講話 媽媽要罵他要自己 要比他更大聲 所以媽媽已經習慣這個聲音了 媽媽已經習慣這樣 因為媽媽要壓迫小孩 有時候小孩在面吵就說 不要再吵了 這樣子就很大聲 對 因為你這樣才能壓迫他 所以媽媽們就會習慣 聲音比較大聲 所以等小孩子可能就 那你們去上課 去補習班 可是你那個音量回覆 對 聊開了 下班了的感覺 其實就變成習慣 已經有點像習慣性 因為像我們家 我跟我老公還有我們家 大家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包廂 一定要有包廂 而且大家都是 譬如說在吃飯的時候 都是規定不可以看手機 只要看手機就要罰錢 我不是喔 我老公是說 如果沒有包廂 天啊 因為我的聲音真的滿大聲 我承認 我真的滿大聲 可是這個算是某種的職業傷害 媽媽的職業傷害 真的… 所以不能怪媽媽 對啊 其實我們的那個 主持人的化妝間 跟嘉賓的化妝間 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可是那個聲音好像是 穿透力滿強 進去舒嬅的時候 我以她們四個 該跟那個化妝姐姐吵架你知道嗎 明明是正常講話的內容 但是聽起來像在吵架 那個音量的滑鼠已經搞丟了 對啊 接下來繼續看看 還有什麼幸運 還有一個就是